小蕾 今天是大家這時候觀念這個第二名呢是 Dankar 地下室少年 而這個少年呢其實是一位女孩 對 其實他在網路上真的其實人氣非常的高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 他人氣響叮噹之外呢 他是一個model 而且很喜歡cosplay那種漫畫的角色啊 但是他身材非常的好 因為他的身材好到會讓人家覺得太過分 他有32F耶 很厲害耶 這太過頭了 而且你知道嗎 去年他去香港參加街頭上舉辦的一個 網站發布會啊 吸引了上百名的宅男粉絲 直接癱瘓掉一條街 這真的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他最近又有一個初衛的舉動 就是他在他的那個臉書粉絲團上面 PO了一張照片 要祝福他的好朋友生日快樂嘛 就他那張照片的內容 就是露出他的男伴球 我的天啊 那真的很誇張 可是也因為這張照片 他又再一次爆紅 也登上我們今天的十大熱鬆關鍵字 趕快介紹一下這位美少女囉 粉絲團人數破15萬的人氣美少女 地下室少年Denka又爆紅了 日前他大賽南半球 自拍給好友當作生日禮物 讓粉絲是一陣暴動呀 還有人說 真希望你朋友天天都生日啊 虹哥 可以當你的好朋友嗎 不過這次Denka爆紅戰劇的新聞版面 竟然是 社會版 原來是因為有名男子 原本是他的遊戲頻道管理員 後來因故被解除物權限 而霞院報復 在臉書上不斷貼出Denka的照片及文章 並且以相當不雅的言語攻擊他 天啊 太過分了吧 而這次事件目前也已經以公然無路起訴 最終可能判拘役59天 虎哥也要提醒大家 臉書也算是公開的 而女主角Denka號稱亞洲最美 Cosplay少女 有著32F的好身材 只要在活動或展場出現 馬上就秒殺了所有攝影師的記憶卡 堪稱是大魔王級的模特兒呀 而且Denka在網路上還有個小周迅的稱號 您看看 把它跟周迅本尊的照片擺在一起 不管是這樣比 還是這樣放 相似度都高達九成呀 喝啊 你們倆根本就是失散多年的親姐妹吧 不只這樣 Denka還曾經遠征日本推出寫真DVD 成為台灣美女同性第二彈的主角 連日本的朋友都要敗倒在她的魅力之下了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Denka除了火辣的身材跟臉蛋之外 她其實還是個音樂少女 現在也是鋼琴家教的她從小就學音樂 還曾經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專攻雙皇館 不幸虎哥請她吹給你看 嗯 這就是專業的啦 最後有網友說想看Denka南北半球一起露啊 要故意了吧 是這樣嗎 報導